马路上惊险状况 首先是大货车 没有注意线高 撞上了寒洞 有大货车驾驶 他不熟悉路况 顾着看导航 结果撞上桃园中正路 一处寒洞 车上物品散落一地之外 驾驶还受伤送医 另外基隆则是修旅车 疑似为了领让救护车 不慎自撞分隔岛 180度翻覆 手心驾驶自行脱困 没有大碍 寒洞前经见一辆大货车 卡在路中间货柜 严重凹陷车上物品散落一地 连线高标志都脱落 可见撞击力道不小 而驾驶站在路旁 惊魂未定流着鼻血 由救护人员检查伤势 示范在9号上午10点多 桃园中立区一名大货车驾驶 因为路况不熟 顾着看导航 一时没注意撞上中正路上 线高2.6公尺的寒洞 受伤送医 庄南九侧为林 远警也立即协助送医 警方立刻封锁路段 把货物搬回车上 将轮胎放弃 降低车高 顺利把大货车 移到路旁化解惊魂 另一边基隆则发生 惊险翻车事故 蓝色休旅车 四轮朝天城 180度翻幅在路上 零件散落一地 车头几乎撞烂 驾驶在路旁 接受酒侧面罗惊恐 我到里面 因为救护车 我想让他先过去 放上去 事发在基隆市基金 一路10号下午1点多 驾驶前往医院的路上 为了让后方救护车 通过往旁边挪移 不慎自撞分隔倒翻覆 警方到场时 驾驶已自行脱困 警头部插错伤 驾驶自行爬出脱困 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实施交通管制 疏导来车 并请脱掉车协助排除 详细事故原因 警方将进一步理清 接着台湾基隆综合报道